好了,霍奕倫今天要講一個,現在去到,不要說直佬,現在去到最後一百米 是 就是這個美國總統選舉 非常之嚴重 為什麼? 因為從來未試過美國總統選舉這麼嚴重 是從來未試過,可能我不肯去選舉都沒有這麼嚴重的可能 因為今次是 有些人將它比喻為這個JFK對這個Nixon 極度,但是問題是JFK對Nixon是完全兩回事的 因為不是兩個老餅,兩件的東西在這裏作為擁擁共 擁擁共 擁擁共 你不會,各個國家是撕裂得很重要 各個國家的撕裂暫,情況就跟1961年,1861年的時候差不多 即是跟南北戰爭之前的時候差不多 社會撕裂得很重要 你那個,其實我看一些美國的分析家,他們已經講了 就算哪個算都好 這個分析分裂是不會完的 這個撕裂 是的 也有一些人在分析,就是 今次的選舉其實是一個反左翼的反撲 而且比2016年那次更深 因為2016年那時候,大家還未覺得 當時的左派思想這麼有問題 現在就反過來 雖然之前有這個黑命貴事件 但也都不能夠是蓋過這種左右翼之間的分歧 反左翼之間的分歧 反左翼又反右翼 又反左翼又反右翼 所以整個大家是劈到刀刀見血 你想一下,大家上流社會那些是不要放出來說的 現在放出來說到拜登的兒子是很不堪的 拜登的兒子和奧巴馬的女兒已經弄得很離譜了 已經去到這麼離譜的 但是一些是揣測來的 因為看到片子 但問題是你不會這樣揣測 你以前揣測也不會這樣揣測 大家去講的時候 大家說如果輸了就會坐牢 大家都說如果輸了就會有很多人坐牢 我想那個狀況是從來沒有試過這樣 至少我不知道2016年之前是怎樣 但是那個情況是非常之嚴重 你講的那種其實我就有一個第三世界式的民主政治結果 因為通常我們講的先進社會他們的民主政治 就像你說的 下台之後就沒有什麼的 大家互相射球 互相猜球 但是第三世界的政治 那個民主制度就是說 一下台對家就會向你一個無限追殺 其實民進黨對國民黨都是這樣 民進黨對國民黨對國民黨 其實我覺得民主政治 我一直都覺得民主政治是不可以維持的 就是因為民主政治 從來都是打上風牌的時候可以維持的 打下風牌的時候從來沒有 民主政治從來沒有試過打下風牌 就是下風牌 就是打其實一個國家 一個政治制度究竟能不能夠維持到的話 它最重要就是在一個國家陷入分裂 或者陷入一個非常之 就是打到輸球的時候 能不能夠可以能夠維持到的 而這一點才是最難的 如果打上風牌的話 大家都會打 就是那間公司能不能維持到的 就是那間公司能不能維持到的 那間公司能不能維持到的時候 那間公司的接本就能不能維持的 這次其實那個預設投票 就是說預先投票的人 就超過了五千萬 其實就相當之多 因為我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 其實整個美國只有三億多人 變成第一點就是已經破了以前很多紀錄 第二就是說 也有很多人問我可不可以 反口 反口 就是我再投一次可以不可以 因為預先投票都多的是拜登 所以就夠了 有七個州的政府就說可以 就讓你再投一次 你覺得 剛才我說的這兩個的點 其實是反映到這次的選舉裡面 一些什麼現象 除了你剛才說了 就是可能有些人投拜登 想投回頭之外 因為大家就是 兩個都實在選不到誰比較難 會比較壞 大家各有缺點 各有缺點 沒有各有優點 那就是很惡搞 就是等於這些人 那時候說三個爛蘋果 那些 就是 就是當年台灣選舉 三個爛蘋果那些 那種狀況 你不知道怎麼搞的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缺點 其實大家是 大家是 應該是看 有些人是絕對不能讓拜登當選 有些人絕對不能讓特朗普當選 而不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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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投票人多 那去到這一刻 剩下幾天時間 其實那些所謂十月驚奇 都出得七七八八 那拜登的兒子那些片 我覺得都已經 非常之盡的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去到這一刻 你相信大數據 還是信民調呢 我兩天都不相信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大數據民調呢 以我的懶惰情況來講 就是 就是 沒錯 就是 這個只能夠憑直覺 因為如果你去 做好詳細的微觀數據分析的話 你是否也做不到的 是非常之困難 以及已經被無數美國人做到的 現在香港那些全部都是 全都拿好信尾 就是分析是不准的 因為你分析 其實到最後 只不過是人家分析美國 就說我不信你真的看過那些數據了 那些人說來說去那些數據 到最後 美國哪一個人 你翻譯那些文說過 外國人說過什麼 你就照顧過那些 香港全部都是 寫評論就是 看外國人寫些什麼 當然林恆子 當年都是看過 中華二十年 是不是 都是通常用那些方法 所以我 不如用直覺好 那你直覺覺得現在哪個得點 我直覺覺得拜登得點 拜登得的 拜登得的只有一個原因 因為美國好像 其實好像現在那些 台灣啊 什麼東西 大家就是說 好像夜總會坐小姐一樣 個個都不適合 個都換來換去那些 這個不換那個 蔡英文怎麼可以呢 蔡英文怎麼可以呢 蔡英文其實應該早輸了 因為她換了一個韓國瑜 換了一個韓國瑜 以為大家是韓國瑜 然後韓國瑜又不行 因為扔了韓國瑜 其實現在換了一次蔡英文 在選舉的次 已經等於換了一次蔡英文 如果那一刻 在那一刻蔡英文選已經輸了 那就交了 只不過是因為再次 這不是這麼說的問題嗎 不是 全地球都是這樣 馬克龍做了一兩年之後 大家做了萬千鐵馬 萬千鐵馬 你看來全部都是這樣 大家 這個叫做 總之什麼都不對 這個狀況就是 那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所以就這樣 沒錯 沒錯 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 我同意你講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所以美國都是這樣 所以大家就不停去換 越來越來越壞 就是這樣 通常這個狀況 就像香港那樣 董建華不適合換了蔡英文 蔡英文 林鄭月娥 現在很多人覺得 梁鄭英更好一點 至少藍絲是這樣的 就是說現在全世界都 就是不是香港 你看馬克龍上去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有帥哥 有什麼 結果立即暴動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那個 道路多 原來 原來只有樣子 全部都是這樣 原來全部個個都是這樣的 大家都總之之 總會換小姐換來換去 所以 我覺得 我直覺覺得 大環環不行 就是這麼簡單 我不是看分析 其實你覺得是 因為要換人要換人 沒錯 每個人都不可以做什麼都不對 好 那今天呢 就聽一下周顯的分析 他在這一刻 就還有幾天的時間 他就覺得拜登得一些 但是理由呢 都挺有趣 大家想一想 雖然就未必 不是很科學化的 我就是特地不科學化 你科學化 你科學化那些美國人 你不如去看美國人 他直接給你一個意見 好過照抄他好過 你當然是說不科學化的 說直覺 所以之前 之前我跟你說 我也是說那個叫什麼 算命 對不對 好 看看他們哪個命稅好些 下次再談